袁新月王源源传喜讯 蔡斌棋高一筹 意大利女排这次危险了 这两天袁新月和王源源这两大复工传来了一个喜讯 这个喜讯也意味着蔡斌在阵容布置中棋高一筹 但也意味着意大利女排这次危险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最近出现了一个新榜单 袁新月和王源源经过三周的试联赛 实力逐渐稳定 而他们两人的篮网得分数据均排在所有复工球员的前十名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支球队两位复工都排在前十名 只有塞尔维亚和中国两支球队做到了这一点 这对于女排来说这实算是一个喜讯了 而袁新月和王源源的这个排名 也无疑证明了蔡斌不换阵容不换人的好处 目的或许就是为了能让女排队员们适应比赛规则 在短时间内迅速习惯并提升实力 那么为什么要说意大利女排这次很危险呢 其实也和女排的阵容和队员们得分数据有关 在此前女排姑娘击败了意大利女排队 让球迷们和女排姑娘们的信心大涨 加上这次意大利女排提前公布了人员的名单 这也有利于蔡斌提前部署阵容 专门针对意大利女排的主攻人员 意大利女排这边的埃格努回归 对于李盈莹和袁新月来说比较危险 埃格努本身实力够强 攻防能力强悍 是不小的危险 但通过袁新月和王源源的得分数据来看 女排的优势已经逐渐明显 而对于意大利女排来说还有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埃格努个人数据已经曝光 从数据上来看 埃格努接应扣球成功率排名第一 公祥宇排名第二 主攻扣球成功率排行榜 李盈莹低 而意大利女排则无人上榜 同时从成功率来看 李盈莹虽然失误率比较多 但扣球数量达到了423次 但埃格努只有222次 但达到了30次失误 这个数据也代表了埃格努的实力稍微有些不妙 同时在接应位置上 女排的公祥宇跟埃格努相比虽然处于下风 但是起码也不会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由此可见局面并不像意大利女排想象的那么乐观 而主攻位置上 李盈莹充分体现了最佳主攻的能力 所以说一个人足够在总决赛带队火力压制意大利女排 让女排击败意大利晋级第二轮的希望大增 而更加危险的就是意大利女排提前公布阵容这个决议 也让中国女排在无意间钻了空子 提前进行部署和盯防 如今埃格努已经成为了李盈莹 袁新月和王元元等人盯防的对象 目前她们也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备战总决赛 姑娘们目前也保持着系统的一天两年 在与意大利女排比赛之前保持队员们的状态和力量强化 有助于姑娘们笑到最后 但同时蔡冰也应该注意女排目前存在的弱点 首先是李盈莹的对角线人员 李盈莹的对角线薄弱已经让李盈莹耗费了大量体力 同时二传方面凋零雨的状态也飘忽不定 在此前虽然传出了吴孟杰将会前往土耳其参加女排总决赛 但本人也并没有做出任何恢复 因此一切还是要看女排目前的阵容 希望在接下来的总决赛中姑娘们能够调动积极性 赢下意大利女排成功进入总决赛 那么大家认为在后续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原 新月和王元元能否对埃格努完成盯防呢 李盈莹又能否拦下埃格努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中说出自己的想法并热烈发言 我是体育圈瓜总 关注我并点赞本条最新视频内容 就能解锁更多女排赛事新资讯和名人动态 我们下期再见